各位,這個消息來自BBC 我又說,今年本來是在18多年 1890年已經開始的每年一次的游泳比賽 今年要取消了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有飼料的東西 怕會影響到榮首的健康 所以就要取消了 一般來說是由5公里 或者2.8公里或者1.4公里 但現在就要取消 主辦方認為在7月6日之前 不要說可以肯定到 這條河流是對於游泳來說 是安全的Safe to Stream 我們想不敢包 所以就不舉行了 不舉行了 你錢就留下一次 要不就退回來 原因是什麼呢? 這裏就說了 上個月在這條河裡 在泰晤士河 英國的泰晤士河 在Berkshire和Buckinhamshire 兩個群之間的河流 發現有大量高濃度 高濃度的Norovirus 什麼一種病毒 以及E. coli 另外一種 E. coli很明顯 是自己分辨的 這個Norovirus 我不知道 但沒有任何 在英國的泰晤士河 髒到主辦方不敢被人游泳 一個已經舉辦了百多年的游泳項目 都要取消 不是現期 取消 因為在短期之內 沒辦法可以肯定到 河流會再次清潔